经常每天都要买一杯星巴克 今天我们来卖一家星巴克 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我身后的这家星巴克 它是位于休斯顿的中国城附近的一个星巴克 它是8号高速公路 还有West Park那条高速公路相连接的拐角处的一家星巴克 这家星巴克呢是2016年建的 目前的这个房东拥有这个星巴克的租客已经差不多要10年了 它的第一个这个租约到期的时间是2026年 但是它后面呢还是有20年的续约的机制的 可是星巴克是一个非常霸王条款的一个牛逼的租客 所以它提前90天是可以跟这个房东解约的 那目前呢这个星巴克是售价238万5千美金 它的Capri也就是净收益 其实只有4.75 这个4.75的净收益是非常低的 在商业地产当中几乎就算是忽略不计吧 就像我们平常卖了很多的商业地产 包括这个广场隔壁的另外一个广场也是我们出售的 那这个广场的租金回报收益再怎么着都要七六七七八这样子 那这个星巴克看上去就真的没有那么讨喜了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这个星巴克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了我们可以说是星巴克在每一个地方都算是一个牛叉的存在 有星巴克这样的一个租客会带动周围所有的广场的一个建设 现在星巴克的生意一直很好 但不管这生意好与不好 跟房东收到的租金也没有其实万毛钱的关系 他只能说是可以为广场做引流做的非常的不错 像这样的一个星巴克它的占地是0.5个英亩 离中国城相对较劲比较适合那些想投一点小的资产 然后拥有一个稳定租客的这么一个投资人 让我们来继续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星巴克物业的各项指标 物业它的总价是238万5 它的cap rate只有4.75% cap rate就是它得进回报收益 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现在的商业贷款利息大概就要在7到8左右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的 但是星巴克还有这种大型的连锁所在的这种building的回报率 cap rate确实都比较低 它的实际使用面积是2082尺 今天看到的星巴克在这样的蓝色的这个位置 整个休斯顿来看的话 如果这算是一环的话 那8号高速基本上就算是休斯顿的二环 它就在二环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中国城也在旁边的位置 这个星巴克到中国城就是大概三分钟的距离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很容易看得到这边就是星巴克 那这条高速就是8号高速 这条横着的高速公路就是West Park这条高速 所以是两条非常繁忙的高速交叉口的位置 它所有的占地面积是23727尺 所以它的那个停车位还是比较多的 那实际使用面积是2082尺 它这个星巴克跟房东签署的合同 第一年到第五年是十万多一年 第二六年到第十年是十一万多一年 因为它有还有二十年的合同 所以到最后是十六万多一年 这么一个每年这个每一个合同区间 百分之十递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这些数据就是做的就会比较细了 如果您对一些很细小的数据 还是非常介意和非常关心的话 就请联系我 我会给您解释一些合同上的 特别细的一些商业数据 到它这两条路非常的繁忙 所以这个星巴克所在的位置是很好的 当然了一麦以内三麦以内五麦以内 这些人的数量 还有就是每个家庭的数量 还有一些收入都是写在这边了 就是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这个物业所在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那唯一一点缺点就是星巴克的要求 非常的苛刻 导致它的cap rate现在确实不高 具体数据 这个物业它一年一共星巴克 给房东的钱是十一万两千二百二十块钱 recovery就是其他的一些费用 所收回来的钱三万二 它一共收回来的钱就是十四万四千多块钱 但是呢由于要缴纳很多的费用 比如说cam 就是这个周围的公共区域的一些打扫什么的 还有insurance保险 还有这个房子的地税是一万七千二百四十七 所以它一共要花费的就是三万一千零三十三 所以本来收回来的减区一共现在花费了的 那就等于就是一万三千三百三十 就是它现在的一个纯营收 按照这个纯营收的比率 我们就算出来cap rate是四点七五 是这样算的 所以现在的报价是两百三十八万五千 那它cap rate就只有四点七五这么多 如果你对这样的星巴克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积极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积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